好那麼繼續我們要帶您來看看 最近這個郵金價格有波動 趕快帶您來看 現在以色列的情勢很特別的是 居然美國出手制裁以色列的一個部隊 你說這兩個國家不是很麻吉嗎 不是一起什麼事都一起嗎 什麼事美國都挺以色列嗎 沒有 居然這個是第一次 美國出手制裁以色列的部隊了 叫國防軍的猶太永恆營 那他說你侵犯人權 因為在約旦河西岸侵犯了巴勒斯坦人的人權 所以這支以色列的部隊被制裁了 但是看到了中東情勢之前 以色列跟伊朗感覺快要打起來 核戰要爆發好恐怖喔 所以你就看到了那個郵價 看到金價馬上劇烈波動 但現在好像跟伊朗之間的關係 好像有一點降溫 好像沒有要真的打起來的狀況底下 好現在最新的郵金走勢 金價突然間的往下跌 到底要怎麼觀察呢 朱老師 最近台灣在大地震 國際原物料價格也在大地震 真的就是做大怒神夫上夫下 我們先從油價看起來 大家可以先看到這個走勢圖 很明顯的之前因為戰爭很緊張 中東戰爭 所以油價一路往上漲 就以布蘭特油價來說 最高每桶是破90塊 那紐約的新德州原野大概有87塊左右 可是到了今天 紐約油價只剩83塊 其實差蠻多的 它那個幅度掉下來很快 才幾天而已 好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漲上去不用多講 大家也都知道為什麼 那跌下來的原因又是什麼 當然第一個看起來以色列跟伊朗 雙方目前看起來是有克制 好像沒有要繼續打下去了 所以沒有這個擔心的問題 那油的供給大概就不會有太大問題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那就回到經濟的部分 尤其是美國的經濟 最新公佈的這個標普 美國製造業PMI 跌破了50 我們知道50是所謂的龍窟線 跌低於50就是你再衰退 這是美國六個月以來 第一次製造業又再跌到50以下 而且比原本預期的低更多 原本市場預估要52 出來才49.9 11月份的時候都還有51.9 跌下來了 不對啊 跌下來不是應該是壞事情嗎 對不對 好 那為什麼油價昨天又突然漲上去了 照理說應該是下來才對嗎 原來是因為 當大家看到美國經濟數據不好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降息 是不是降息 之前不是說跟你說不降息 現在都覺得經濟很強 那現在經濟數據告訴你不好囉 是不是有可能降息 對 更有可能是不是會有其他的刺激景氣的方案出來 是 所以投資人就很會聯想 所以昨天油價又突然彈上去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勾勾又勾上去了 好 所以說這就是 到底油價到底未來要漲會跌 真的變數太多了 我們也沒有辦法給大家做一個定論 好 再看到金價的部分 金價也是一樣啊 哇 戰爭爆發的時候金價就開始狂漲 這一波最高一度 大家有看到有一個很尖的那是4月12號 來到2448.8美元一盎司 是這一波的最高點也是 歷史最高的那個地方 不得了 2448.8 可是你看到現在 今天只剩23多 甚至在昨天晚上一度跌破2300 對 為什麼 對 第一個 當然還是回到戰爭的問題嘛 怎麼樣就是比較緩和 沒有避險的需求嘛 當然我就不需要再去搶黃金嘛 但是還有一個更重要就是 這一波漲上去 尤其你看到前面很平 突然拉了這一波 很多人之前投資黃金 我賺到了 賺到要怎麼樣 獲利了結嘛 因為誰會真的指望 你說之前有人喊三千四千五千 那都聽聽就好了 更重要是你買到黃金 他不會窒息啊 當然有賺就先跑嘛 所以你看 全世界最愛交易黃金的 大概就是中國的大媽們 現在年輕人也在 把我們這裡都介紹過 所以有看到這一波上去了 所以賣壓其實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最直接的 中國的金價就產生非常大的波動 你不要小看 一天之內居然一公克的黃金 在中國可以跌掉十幾塊人民幣 合台幣是六十幾塊 換算起來是百分之二 一天百分之二 其實是很大的波動幅度 所以就跟大家講 很大原因就是獲利了結 我賺到了嘛 我為什麼要繼續放呢 好 那事實上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還有一個更往前的原因 大家其實沒有注意到 我們給大家看到 這是美銀美鈴 他對於全球基金經理人的 一個調查報告 這是剛出爐 熱騰騰的 好 事實上 你看到最右邊的地方 其實這些基金經理人 我們先跟大家講這個 他調查的內容 他是針對 兩百二十四家 全球性的資產管理公司 去進行調查 時間是四月五號到四月十一號 不就是這一波金價最高之前嗎 所以你看到報告一出來 結果你告訴你 經理人跟你說什麼事情 這一波的金價已經太over了 高估了 太高估了 而且是二零二零年八月以來的高 新高 所以你想嘛 經理人都覺得這波金價漲太多了 你覺得他們接下來會有什麼動作 當然就又賣了嘛 所以你看到是不是報告的時間點跟高點 是正好吻合 之後金價就開始下來了 我覺得更大的關係可能 可能跟這有關 因為你說中國大媽 你能有本事賣到多少嗎 但是這些經理人其實更會賣 所以這一波金價 當然我們只能說他是暫時休息 會不會有再有一波高點 沒有人知道 因為大家也不知道 戰爭到底會不會再起 這我們不知道 那除此之外 再補充跟大家講 這一波還有我們這邊沒有做到資料 就是基本金屬的部分 基本金屬最近也是超誇張的 尤其是以席價來說 昨天一天暴跌9% 暴跌啊 對 暴跌9% 所以也跟金子一起往上講 都是一樣 就是這一波包含的這個 白銀也是對不對 對 錫 然後白銀 然後銅 滅 鋁 在之前大概上禮拜都是暴漲 對 然後現在暴跌 現在的暴跌 光這兩天 這些金屬通通都暴跌 不是只有我們說的金跟油而已 原因都是一樣嘛 之前都覺得哎呀 反正發生戰爭 這個原物料就會受到影響 就漲上去 那這一波又跌下來 所以最近就我們開頭說的 最近原物料真的都是在做大怒神 暴漲暴跌 所以你有興趣去投資它的 你手腳真的要快 賺到不要貪心 不要覺得它還會再漲到哪裡 那低下也能不能接 我也建議真的只是分批小接就好 因為你不曉得它會不會繼續探底 對 所以這個這一波的操作 真的非常非常的困難 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原物料 就是真的跟著地緣政治的一個情勢走 你不曉得到底哪一天 這伊朗可能又發瘋射飛 但你不曉得 所以操作上 大家一定要特別的當心留意了